在台北常走忠孝橋的朋友 應該對台北端兩根高聳的橋墩 不會太過陌生 而隨著台灣各個天空斷橋陸續穿街完工 像是中美快輔國路闊道 國二甲延伸大園 台68線進入南寮 甚至連國道5號主線 連結蘇花改的計劃都已經準備開工 忠孝橋的這兩根橋墩 卻始終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甚至連台北市政府都不知道 當時怎麼會有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這兩根橋墩 到底有著怎麼樣複雜的聲勢呢 時間回到1970年代 當時台灣的自小客車數量逐漸增長 而台北市區也已經確立了 往東側擴張的軸線 為了紓解可預見的塞車問題 台北市政府從1974年開始規劃 市區快速道路系統 並且於1978年 啟用全台灣第一座市區快速道路 也就是下面 其實不是柳公鎮的青森高架橋 往後幾年水源快速道路 建國高架橋陸續完工通車 台北市政府委託交通大學 沿引台北都會區快速道路系統 初期入網 由內環、外環、輻射三層結構組成 當中的內環路線包含了沿著淡水河 跟新店西畔的環河南北路 以及使用中的水源快速道路 而當時在淡水河上 能夠跨越並往來台北 跟三重的橋樑只有台北橋 跟中心橋兩座而已 然而隨著台北東區逐漸發展 台北橋的位置太過靠北 中心橋則要穿越西門町的鬧區 還要跨越當時尚未地下化的鐵路 並且拐好幾個彎 才能到其他條東西橡桿道上 因此最後決定在 能夠橫貫市區的中孝東溪路上 先興建跨越鐵路的北門高架橋 再往西直通道能夠跨越淡水河 連結至三重的橋樑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中孝橋 北門高架橋的建設作業 從1976年展開 接著到了1978年 中孝橋也進入了工程階段 而為了讓這座嶄新的跨河橋樑 能夠跟規劃中的快速道路系統 進行串聯 台北市公務局興建工程處 在1981年 提出台北市內環快速道路 西南段聯外系統規劃報告 除了要串聯南側的水源快速道路 以及即將完工的環河北路拖寬工程 還要透過雜道連結跨河橋樑 包含興建中的中孝橋 使用中的中心橋、滑江橋、滑中橋 讓往來台北縣的車流 可以透過環河快速道路 避開陸服狹窄的萬華地區 屬導致其他道路上 減少交通瓶頸的可能 由於當時台北市側的淡水河 跟新電溪河岸旁 都已經有提防興建 但是高度約只有8-9公尺而已 並不符合格勒里颱風造成台北大淹水後 所陸續擬定的200年重現期防洪標準 也就是要再把堤防 加高到10-11公尺的高度 因此快速道路的形式有三種可能 分別是當堤防內空間不足時 可以在堤防外側 比較靠近河岸的位置興建高架橋 再來是把堤防直接往河畔推移 並且在新舊堤防之間的新生地 興建平面形式的快速道路 又或者是在堤防外推出11公尺高的土堤 除了充當符合新標準的堤防之外 頂部可以直接鋪上柏油 形成快速道路 經過評估之後 堤防外推的兩個形式 都會佔用到比較多的河川地 對於風災來臨時的防洪效果 有巨大影響 所以決意採用堤防位置不更動 但是堤內空間不足的時候 在堤防外側興建高架橋的形式 如此一來 整個計劃就會變得比較複雜 南側從滑中橋下 銜接平面起點的水源快速道路 往北一路以平面的方式 穿越光復橋跟縱貫鐵路橋的下方 接著往南方向的車道爬升為高架 並且跨越到堤防外側 而往北方向的車道 則維持在堤防內側的平面 抵達滑江橋之後 北向車道也從平面爬升為高架 之後在桂林路口前後 跟著跨越堤防 兩個方向的車道都行走在堤防外側 一路到中校橋之後 再次跨越堤防回到堤內 接著由高架轉回平面 在南京西路北側 銜接拓寬之後的平面環河北路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兩方向都要興建在堤外的路段 其實已經有一段起自中校西路 中與桂林路的高架橋 而在它的下方還有以五金街著稱的整排商店 至於只有北往南車道要興建在堤外的路段 環河南路本身甚至還偏離了堤防 使得沒有合適的計劃道路空間 可以讓快速道路完全設置在堤防內 這也代表著聯絡各跨河橋樑的雜道 必須有相對複雜的設計 在最南邊的滑中橋 出口雜道只有設置南向往中河一支 路口雜道則是設計成平礁路口 讓中河前來的車輛可以往北或往南轉 北邊一點的光斧橋因為剛改建完成 而且車道數比較少 所以不涉及聯絡雜道 再來的滑翠橋當時還是縱貫鐵路 萬板橋也還沒有相關計劃 自然不會有設置聯絡雜道的規劃 跟北邊的滑江橋有兩個方案 A岸採取類似現在台北市民大道高架橋的規劃 將南北雙向的出入口雜道都設置在內側 並且在滑江橋上以平礁路口的方式 提供往來板橋跟萬華兩個方向車流利用 B岸則是認為板橋往來台北南區的需求不大 因此只讓板橋方向的車流 可以往來北向的環河快速道路 另外設置一支可以由桂林路上到滑江橋的雜道 以不知來說跟現在的樣貌其實蠻像的 只不過當時規劃的北往南高架橋在堤防外側 而且出口雜道設置在內側車道 接著來到中心橋同樣也有兩個方案 A岸跟滑江橋的A岸基本上一致 而B岸則需要讓環河快速道路的南北雙向車道分隔的更遠 南向出口雜道設置在外側車道 南向入口雜道設置在內側車道 都只能往來三重新裝方向而已 而在離中心橋稍微遠一點的地方 在南北向車道中間增加回轉道的設計 讓北向的車流也可以連接中心橋 另外還要在南向車道設置一組出路雜道 讓原有的環河南路高架橋能夠上下新屁的環河快速道路 最後來到重頭系中校橋 方案一口氣暴增到四個 A岸直接比照高速公路的規格 設置木素夜行的雜道跟環道 類似於現在桃園的平鎮系統交流道 台中的大雅交流道原貌 台南的夏淫系統交流道等等 不過缺點是面積過大 需要利用到現在的洛陽停車場玉泉公園的空間 B岸則跟滑江橋及中心橋的A岸相同 也會面臨車流疏解效率不佳的問題 而C岸的構型則是複雜了點 出入口雜道主要設置在內側的車道 下雜道之後都只能右轉而已 因此另外在外側車道設置出口 可以回轉到另一個方向的雜道 入口處也設置中央的回轉道 以在用地面積跟車流疏解效率之間 取得比較好的平衡 但是後來評估這樣的方案 有回轉道半徑太小 可能容易引發車禍的問題 所以又提出新的方案 取消往來台北市區方向的出入口 因此回轉道由四組縮減為只剩兩組 而環河快速道路南北雙向車道間的距離 又被拉得更遠 以擴大回轉道的轉彎半徑 在綜合考量之後決議以這個新方案 來施作 而進行中的中校橋工程 便因此配合更改計畫 預留了銜接環河快速道路的雜道 從1979到1984年間拍攝的空照圖 就可以發現中校橋最開始新建的時候 甚至沒有現在基曼車道繞開雜道的設計 只有施作主橋面的橋墩而已 至於雜道旁邊往上突出的那兩根橋墩 則是中校橋工程變更之後 預留給環河快速道路南向主線車道來使用 從1986年拍攝的空照圖 可以看到已經通車的中校橋旁 也曾經出現兩條差出的天空斷橋 然而幾年後要將砸到完整新建時 環河快速道路的計畫卻被大幅更改 具體原因在公開的文獻上沒有詳細說明 但是推測可能跟1986年的中心橋斷橋有關 而且原定的大漢溪改道計畫 編更為二重蘇宏道後 從1982年開始施工起 因居民抗爭不斷延宕 先前的環河快速道路要在堤防的外側落頓 甚至是有長達一公里的路段 位處當時的河窗上 對於防洪有比較大的影響 最終南北雙向車道都挪回到堤防上 連結各橋樑的雜道也多多少少需要配合更洞 而中校橋雖然維持回轉道形式的雜道設計 但是一旁往上突出的橋墩卻遭到捨棄 而就在環河快速道路工程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 台北鐵路地下化的松山專案也通過行政院的核定 促使規劃中的東西向快速道路工程 由忠孝仁愛信義的選線 正式定案行走鐵路地下化後的市民大道 並且跟松山專案一起施工 成為後來的市民大道高架橋 但是在規劃啟程遠遠晚於環河快速 新生高架建國高架的狀態下 雖然曾有考量要跟南北向快速道路建置完整的系統交流道 但是涉及到用地徵收以及既有橋樑結構變更 經費也會暴增 最後只有環河快速道路 因為還在施工階段 配合計劃變更的難度最低 原本回轉道型的雜道設計 也就這麼誤打誤撞的 反倒讓忠孝橋因此有機會連結市民高架 然而也因為當時以最簡便的方式增設雜道 造成後續這三條高架道路的銜接點成為一大瓶頸 美到尖峰時間 忠孝橋往市民大道的排隊車籠 甚至可以回堵到淡水河另一頭的三重 因此台北市政府緊急在2000年 也就是市民高架踩通車三年 環河快速踩通車八年的時間 又另外研討了台北市環河集水源快速道路 整體交通改善規劃設計 當中雖然建議直接將雜道拖寬 但是涉及市民大道下方已經有地下停車場 施工期間雜道也必須封閉 整體工程難度過大而遭到放棄 至於市民高架前往環河快速的部分 在這份報告中並沒有做討論 可能是當時以平面路口銜接的方式 還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 但是24年後的現在 回讀問題已經嚴重到必須祭出 下閘道車輛 禁止右轉的方式解決 如果能夠利用那兩根遭到捨棄的橋墩 簡直完整的聯絡閘道 是不是能夠改善平面道路的負擔呢? 只知道當時市民高架規劃時 提出的替代方案也沒有考慮這樣的設置 中校橋頭的兩根橋墩 或許也將永遠閒置下去 成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天空斷橋